屏东警方接到了一名着急的母亲来电 说自己的女儿跟男友到墾丁旅游 但是因为女儿子男友怀疑他女友劈腿 于是想找朋友对他性侵再丢入海里 这名母亲接到女儿打来的求救电话 很担心女儿会惨遭不撤 警方立刻出动了警网 在小木屋里找到了惊慌的女生 而这一段妈妈透过电话求援的过程 好像电影即刻救援的情节 类似剧情也出现在屏东 一对情侣和十几名好友相约到墾丁游玩 但在旅途中男友怀疑女友劈腿 竟然要约男性友人趁晚上对女友集体性侵 再将他丢进海里 当时女子在房内听到这段对话 吓得打电话向妈妈求救 妈妈担心女儿遭到不测 火速打给警方拜托他们即刻救援 躲在这个房间里面 跟友人在那边 立刻包车 把他送回到家里 最后警方发动警网 躺在一间小木屋发现女子 女子早已吓得躲在房内 微缩在角落 好在有妈妈的关键电话 和警方积极找人 否则女子恐怕惨遭不测 记者陈维军高燕泰屏东报导